民進黨總統參選賴清德表態支持立委高嘉瑜拼連任 因為高嘉瑜的選區北石內湖南港陷入了伴侶分裂危機 對此高嘉瑜喊話要做整合性民調 而激進黨提名參選的吳新代則反批 說高嘉瑜特地開記者會公布 就是在對選民情緒勒索 清德請大家集中選票 總統支持賴清德 立委唯一支持高嘉瑜 賴清德憲聲立挺高嘉瑜 還有台語版的 雙聲道表態支持 而且是明確說出挺高嘉瑜拼連任 因為在北市港胡選區 范綠陣營持續陷入分裂危機 高嘉瑜格空向激進黨的吳新代喊話 不過對方參選態度依然堅定 賴清德總統候選人 他其實幫幾乎所有的民進黨立委 都有錄這個敗票的錄影檔 可是只有高嘉瑜委員一個人 特地開了記者會講這件事情 就是在情緒勒索所有本土派的選民 要投給他的這件事情 雖然在黨內總是孤鳥單飛 高嘉瑜還是有立委好朋友來幫忙站台 我真的建議他可以去國防委員會 去把這個潛艇的預算能夠讓他這個順利的通過 如果說對於民進黨或是對於政府來講 重要的一席國防委員如果認為有必要的話 那當然我們也都是責無旁財 以綠營國會過半關鍵一席自居 現在又獲得賴清德聲援 高嘉瑜預告在不久的將來 也會親自跟賴清德合體造勢 鞏固自己正綠軍的地位 記者零先就換回在小瑞生海邊報導